2020年的首次蝗灾,令东非各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险境,自1月份起,蝗虫沿非洲之脚一路向东,向红海沿逐渐延伸后抵达沙特阿拉伯、伊朗、苏丹、也门和阿曼等国家之后,入侵巴基斯坦的国境线,巴基斯坦政府当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月份以后,蝗虫还入侵了印度西部拉贾斯坦与古籍拉特邦。东非蝗虫使印度近37万公顷的粮食种植地陷入巨大的粮食安全等危机,经济损失更是高达数百亿卢比。 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多次令人心生畏惧的蝗灾,大部分发生在黄河下游领域,河南、河北、山东地区。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指出,20世纪60年代,我国能够铲除蝗灾这一灾害,主要得益于改制结合,改范指大规模新修水利工程,改范指大规模销毁蝗虫的大型繁殖基地,至范指使用飞机喷洒农药66反,从而能够高效地将黄群赶尽杀绝。 1960年,河南郑州的航空站改名为中国民用航空局,协运5号飞机一同治理消灭蝗灾,迅速地携入了蝗虫承灾的局面。 1955年到1969年期间,用飞机撒药治理蝗灾的方式几乎家喻户晓,再结合人工一同防治,平均每年治理的蝗虫数量大约在9到20万亩左右,治理效果更是高达90%以上。 解放前期的蝗灾现象曾多次爆发,1944年的秋季时期更是达至顶峰,解放后也曾发生过数次程度不同的蝗灾,直至1960年,用飞机灭蝗灾的方式出现后,使得蝗灾逐年减少。 1996年,蝗灾的局面基本已经被我国遏制。2020年2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预警,全面警惕蝗虫入侵。 突如其来的蝗灾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迫使巴基斯坦不得不动用数百架飞机全面喷洒农药。 即使如此,巴基斯坦境内的蝗虫每天依然还在成倍地进行增长。 这是因为,一只蝗虫一次可产出80到120克暖,每20天进行一次繁殖。 据闻,目前抵达巴基斯坦境内的这批数量庞大的蝗虫仅仅只是它们的先锋部队,黄灾的主力军才真正向巴基斯坦境内前进。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黄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向世界发出了7600万美元的求助信号,目前得到的援助资金与提倡的呼吁相差甚远。 联合国副秘书长洛克科对全世界发出警告,降水量充足的三个月会为蝗虫繁殖提供更为有力的生长环境。 如果不对此采取相应措施,人类将会面临一场难以往回的灭顶之灾。 印度的巴基斯坦与中国接壤,数千亿只饥渴难耐的蝗虫会不会席卷国庆内呢? 实际上,中国和印度边境之间存在一道天然防线,喜马拉雅山脉。 即使巴基斯坦无法阻挡蝗虫大军前进的脚步,但是在这座巨型雪山面前,再凶猛的蝗虫也会瑟瑟发倒。 再加上巴基斯坦境内,气候温和,农田广布,想必蝗虫们更愿意葬身在巴基斯坦的风光中。 次双濑亚